又到了国际体坛的荣耀时刻 亚洲足球联盟星期三 在海湾阿拉伯国家阿曼举行了年度颁奖典礼 中国女足国脚王双当选亚洲足球小姐 至于足球先生泽花洛 卡塔尔国脚哈桑 一起来重温颁奖礼盛况 亚洲足联颁奖典礼 我国时间昨晚11点 在阿曼首都马斯卡特隆重登场 目前效力巴黎圣日尔曼女足的 中国国脚王双荣英亚洲足球小姐 获别五年之后再次为神州抱走这个奖项 我也希望自己能够在欧洲的赛场 借通过这一次拿到亚洲最佳球员 能够带到这个奖项 走向欧洲的赛场 去体现亚洲人的足球风采 效力于阿尔萨德的哈桑脱颖而出 抱走亚洲足球先生的宝座 这名卡塔尔国脚也放眼能够闯进2022年世界杯 在自家门前为国增光 除了亚洲足连 国家和地区奥委会协会也举办了嘉奖仪式 嘉许那些在平昌冬奥会中表现优异的运动员 负责为平昌冬奥会点燃圣火的韩国花样滑冰女王金年儿 虽然没有出赛 但凭着她过去在冬奥会的优异成绩 获颁杰出表现奖实至名归 马兴胜新闻台综合报道